你好 你好 范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叫陈乐毅 你好 小陈 我身后的这个剧点 你们看到了是吧 太壮观了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云南省 洪河汉尼族 移族四字州的洪河县 范老师 您听上 其实我身后这一部分的剧 跟你还有一点点关系呢 跟我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身后的这一篇剧点 它叫做萨玛霸万母剧点 但萨玛霸是汉女语 其实就是形容这一篇前提的 您大概猜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跟我同意 跟你有关系 搞得好像我是地主一样 跟我萨玛霸剧点 我觉得应该是美好的 一种一种形容 比如说壮阔的 辽阔的 是吧 绿色的 是的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猜 它就是宽室货的 田地的意思 那么这片提田 它总的面积是 有16000多古 这里的提田 主要是以冻子红米为主 这里还被联合国 良民室授予了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称号 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 这个赵燕 那我们这里的提田 跟整块农田它不一样 这边农根机器这些都上不去 我们都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人工 插阳手割的 它怎么能够就是在保留 自然景光的情况下去 运用上这个智慧能源呢 到了西南地区 尤其山区丘陵破岁化这个程度 更严重一些 小农户怎么样能够搭上 农业现代化的快车 像你这个身后这些田 将来的话可能对于 相对大一点的区域 可以采取小的 制造化的维耕技术 要适度发展这种 电动驱动型的 不用柴油 就是小型的农业机械装备 来满足它这个需要 这机械装备有的时候 小小也挺沉的 台湾上山去怎么办 拿这个无人机 拿直升机给吊上去 这是第一 对于一些关键环节 我们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手段 来帮它实现智能化 比方说提田要灌溉 提田灌溉的是 从上往下走的 一点一点一点地走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自动化的控制技术 实现这个水的河里头灌溉 因为水到有的时候 需要有水 有的时候需要没水 该干的干 该湿的是 第二的话 对于整个区域 当然你还是搞 有具绿色的生产的话 可能不用打药 但是打药的话 就用无人机也可以打药了 第三个的话 我感觉到 既然你这是世界遗产了 你的主要值得 还是得保护好遗产 我觉得 当然可以适度地 发展一些旅游 然后的话 让可以感兴趣的人 我就用这一条块 我自己劳作 相当于认领了 这个提田里的某一条块 由他自己来体验 这种劳动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可能就是说 多种形式发展 增加你的个人收入 同时还要保护了 这种历史的文化遗产 可能这三个方面 要兼顾 好的 再次礼物 我想提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 哈尼族 在报告宗旨之前 四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这边会举办 这个开阳门祭祀活动 就是隆重地 进驻央姑娘家里的田小火 希望到时候各位朋友也能 来见证这天地间 最伟大的婚礼 那会吸引很多人的 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谢谢 再见 好的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